上個禮拜的所有東西 通通在雲端裡面 所以這邊的話都可以找到公式跟 畫面還有VBA程式 另外的話 論壇裡面 也會有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的東西 那你可以在裡面稍微再看一下 那今天我們 簡單先 透過一個簡單的範例好了 像VIRU函數 這個是一個 一個類似考試題目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當成是 平常你工作上可能遇到的問題 或者將來當然也有那個面試 考試 就是說那個公司內部考評的時候 也會很喜歡拿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在範例檔裡面 各位找一下叫 VLOOKUP 人事考評 管理系統 那這裡面的話 這個類似一個題目 題目檔在試題在這裡 那這個也是一個證照考試題目啦 不過你也可以不把它當證照考試題目 那我們要怎麼把這個做出來 比如說住專 我希望知道 我大概簡單講一下 這裡面大概需要做什麼 第一個 它的單位 那你知道單位是什麼 那個單位的話是透過什麼去 去知道的 你可以找到單位 單位是 101 102 一直到什麼 這邊有沒有 你可以看住專 其實 指的單位就是這個 108 它的單位 主別的話呢 那你可以看一下主別 主別是 這邊有個主別 主別是ABCDE 所以 透過這個 有沒有 ABCDE 另外還有深等 深等的話是 1到4 那哪個1到4 其實就第一碼 第一碼就是深等 那另外還有考核 這邊有個 60% 有假 有A 那這個深等的話 在這邊有個深等 也就是如果它是假 就是85分 如果A加就95分 然後這邊有分數 可是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把 平等 變成分數 再把這三個 怎麼樣 相加除以3 或者是把這三個平均起來 得到一個什麼 考核成績 那這個時候 需要用什麼 V入函數 所以這一題基本上 用了非常多的 V入函數 另外還有什麼 共同的 這個地方 共同30% 共同 這個 比試成績 就是把44 乘上0.3 97 乘上0.7 就是它的比試成績 你再把這兩個 相加就合計 最後就做一個 名次出來 就做完了 但是你會發現 這邊的那個 柱專 跟 領主 跟辦事員 助理員 這三個都一模一樣 好 差別在哪裡呢 差別就是說 他們的那個 總列數 這個40列 這個是 101列 每一個列 都不一樣 所以呢 第二個你要想說 那如果都一樣 我是不是只要做一次 就好了 不過它的總列數不同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先選選 再多選 多選 就做一次 做一次之後 先輸入公式之後 可是向下填滿 位置不同 所以呢 最後在個別向下填滿 這樣應該就會比較快一點 應該懂那意思吧 所以這一題 基本上 主要 的概念 應該 知道吧 就是 第一個 單位 幫我查出來 放在這裡 但是你不能查108 你要查 它真實的 單位名稱 主別 這個A 一樣 幫我查一下 去哪邊查 去煮別的查 查完之後告訴我 它是哪一組 深等 第一個字 查完放進來 然後把這些通通做完 OK 那當然 做完之後的話 還是可以再把它變VBA 有沒有 VBA一次可以做完 怎麼做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解答 我再把它放在那個 雲端白板裡面 然後這邊有個其他補充範例 在雲端白板裡面 其他補充範例 入門裡面 各位可以找到那個 就是在入門裡面的 把它用清單好了 清單檢視 人事考評這個 範例3 這一題 那答案的話就在解答這邊 你把這個解答點擊 彈出視窗一下 這邊就有答案了 有沒有答案都在這裡 OK 那底下有VBA 好那我們按部就班來看一下 當然如果說我們駐專 108 找單位的話 以前如果你不知道的人 你可能叫Ctrl C 然後移過來之後 把它Ctrl V 然後再343 單位 343 往下走 343 Ctrl C 有沒有 然後這邊過來 Ctrl V 這也是方法 不過 我發現 我看到還蠻多人這樣在做事情的 那這樣做事情還得了 你這個裡面的東西 有這麼多人 那你每天都要再做一遍 那豈不是 太浪費時間了嗎 所以 當然第一個 我如果說要把剛剛的動作 變成一個公式的話 那首先 我們要 拆成幾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 如何把那個什麼 公式 就是 編號裡面的 第三個開始 取三個字 所以你其實如果說你不會 直接用 V6函數的話 你可以 拆解 分兩階段來看 第一個先抓到108 第二個的話 再去查詢 給大家 首先 首先的話 第一個 拆解函數 用文字函數裡面 應該還記得吧 這邊有叫 Mid Mid 確定 查編號 第幾個字 第三個字 要幾個字 三個字 他這邊會顯示 有沒有 最後 得到108 幫你放過來 按確定 OK 好 可是這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是要他 去 查單位 所以 所以你可以 把這個公式減下 再一次 插入 第二次 檢視與參照 V2函數 把剛剛的那個公式貼上 108 對照表 F3 因為這個裡面已經幫你 已經建好名稱了 所以你不用再自己建 單位 裡面找什麼 找第幾欄 如果你不知道單位第幾欄 你可以點一下單位 它會切過來 一定是有兩欄 查一定是查第一欄 帶資料一定是帶第二欄 所以你就輸入2就可以了 比對方式的話 你就完全比對 輸入0就可以了 按確定 好 做好一次了 這個 等一下點兩下 不就OK了嗎 再來第二個 組別 那組別的話是 從 A B C 所以 一樣的方法你可以分兩次 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一樣用那個 最近使用過 MID函數 然後從這個裡面 去找 它應該是 34567 所以第七個字 要幾個字 要一個字 按確定 先把 A抓出來 再把公式減下 再插入函數 找V如函數 最近使用過的 再貼過來 A去查什麼 F3 它是組別 第幾個不知道沒關係 有不要放在這個 Table Array 它會切過來 1 2 所以2 比對方是0 完全要一模一樣 按確定 Sendent 那Sendent是第一個字 所以可以用Labs 插入數 用文字裡面的Labs L E F T 所以這邊的話有一個Labs 它取幾個 取一個字 回來的話呢 就會是 我們這個E 不特別注意喔 Labs E E有沒有發現 它是前後有什麼 雙引號 所以它是什麼 它是文字喔 OK 按確定 等於 深等 E層 你去查 那你去查 把這個一樣剪下來 插入一個 最近使用過V rude函數 查升等 升等 按確定 升等裡面的話 它是1 2 第2 Range Lookup 0 不過你會發現 按確定之後會怎麼樣 找不到 NH指的是Nuts Available 找不到 你想說 對啊 我在升等裡面明明有1到4 這邊查回來的也是1 那哪裡出錯呢? 主要是這個 這個是 查回來的是什麼? 1 下面這個是 有沒有等於這個1呢? 不等於 所以怎麼辦? 請你把這個 轉成這個 轉喔 所以文字 轉數字 還記得哪一個? 有沒有 前面好像有講過吧 就是如果你要把文字 轉換為數字的話 有一個函數 對不對? 另外如果說你要轉回來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數字 轉文字 轉文字 應該有印象吧 我同學之前有筆記 就馬上找到了 這個常用啦 所以一定要 因為如果你這個地方發現問題 那馬上特別注意 你也不用緊張 我覺得 因為很多同學 就馬上會問 為什麼 其實你只要觀察一下 你就知道答案了啦 那其實這邊 它都會先顯示給你看 有沒有 你只要看一下 一看就知道了嘛 對不對? 所以 很多細節 Excel都已經告訴你答案了 只是說你要去自己知道說 如何去找到一個函數 可以幫你解決 你要的問題 比如說文字怎麼 轉換成為 這個數字 所以 我們再取消一下 假如說我先把 V軟數 先把它 取消 先在back回去好了 它打勾之後 它會是1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在它的Labs的外面 多一個value 這個好像前面講過 value 那你可以打個v就可以 value 錢瓜糊 它會把Tex 文字怎麼樣 轉換成 這個數字 Value Value 多一個 多一個瓜糊 OK好 Value 少一個瓜糊 Value Value 一個瓜糊 Value 少一個瓜糊 Value 少一個瓜糊 OK好 那知道Value之後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剪下來 再插入那個 再插入那個 剛剛的Value 那把它貼上 有沒有 這個時候 它會出現的就是1了 那一樣 Table Array 找到我們要的那個 升等 好 再來 第二欄 完全比對 好 剛剛有問題的按確定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就沒問題了 好 OK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注意一下 這邊一個 這邊 這邊好像多打一個 應該是這樣才對 這邊好像前面多打一個 最後照成後面多一個 應該只有 OK好 這樣OK 好 就一個Value 把Labs 包在裡面 這樣來轉 打勾就OK了 好 全部查完了 所以前面應該沒問題吧 1 2 3 很快就查完了 等一下再來看這個 這個是指的是 這邊的成績 把它怎麼樣 就平均 你可以相加除以3 或者用Average 函數包在外面 都可以 那只是說 它不是數字 所以你不能平均 所以變成 你要先查表 查那個 等級 查多少 然後再平均 這個乘以0.3 這個乘以0.7 合計名次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